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囉 大家好 我是艾艾 今天要來參加一個活動 那麼是來自於瑞士最純淨的保養品Skin Co 連容易過敏的我都可以安心使用 相信大家一定很感興趣 趕快一起來看看吧 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是Skin Co這個品牌 那它來自瑞士 大家都知道其實瑞士是一個代表純淨的一個國家 那這個品牌它的精神也是喔 它就是完全不含香精、色素、防腐劑跟動物衍生物 所以呢非常適合一些敏感膚質的人使用 它有一個很重要的成分是鮮Groocam 不具多糖體 那它最主要是針對肌膚它可以提供它的免疫能力 強化肌膚的一個復活能力 所以呢如果說皮膚是比較敏弱的、脆弱的、敏感的肌膚呢 其實都非常適合使用 在醫美的部分我們分為五個步驟 就是清潔、保濕、修護 然後呢特別的集中修護 擦眼霜的部分呢它比較特別 那當我們一開始使用量最多的時候呢 你應該把量放在最需要的地方 從你的眼尾開始往前點 而且呢只要點在你的眼骨上就可以 這大概是跟外面一般眼霜擦法比較不一樣 今天來試用Skin Code 我會覺得它們是真的還滿純天然的 然後味道都相當舒服 卸妝的雖然只能卸單妝 但是感覺塗出來還有在卸掉覺得都滿舒服的 所以會試試看 那其實Skin Code的這個品牌呢 我之前就已經用過了 那我使用到的是洗面乳 跟24小時心肌活膚霜 尤其在使用那個心肌活膚霜的時候 隔天我就覺得我的皮膚變得很好 感覺好像紋理都變得很平整 在白天使用 我覺得上完妝粉底也十分服貼 而且不太容易出油 今天在這個活動 我又體驗到了去角質的一個面膜 它比較特別的部分就是 它不會乾掉 所以其實不太需要擔心說 乾掉它會停留在我們臉上 造成細紋的產生 那我們剛剛試用發現 就是用完這個手背有變得比較白 而且就覺得它的角質好像真的變得比較平滑 今天很開心來參加這個體驗會 然後今天使用的產品裡面呢 我覺得他們家的眼霜還蠻特別的 它擦起來的質地很清爽 然後它很特別的一個地方是 它裡面還有雲母跟珍珠粉 所以擦起來呢 會有一點點亮亮的感覺 像一些黑眼圈呢 或是小瑕疵的部分呢 就可以做一些修飾的作用 那像我去年就用過Skin Co的24小時霜 那我覺得它的質地吸收非常快速 而且對於像我自己皮膚 比較容易敏感乾燥的人來說 我覺得它有不錯的修護效果 今天還是用了一個去角質的敷面膏 那我覺得它的效果就是 你試完之後馬上可以感受到 皮膚變得更光滑 體驗了Skin Co保養品 就讓你感覺像在瑞士度假一樣 簡單、輕鬆又舒服 有機會大家可以試試